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自今日评说战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外务省12月20日公开了25册外交文件 其中一份公开的外交文件显示 1979年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不久 美日两国政府为让中国经济对美日形成依赖 避免今后成为威胁 曾逆谋举官方和民间之力的合作方式来瓜分中国 美国前国务卿万斯 左日本前外向袁田直 又该外交文件还进一步显示 访美期间的日本时任外向袁田直 1979年4月6日与美国时任国务卿万斯会谈 双方声称从美日争夺在华权 以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出发 在协助中国现代化之际 日美应该携手合作 袁田直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的运输石油和有等资源开发通信和电力领域 这份文件赤裸裸地曝光了三大事实 而这三大事实又真真打了很多自作多情中国人的脸 分别是 一、美日太平洋战争 是美日瓜分中国利益分配不均所致 也就是说 日本侵华想独吞中国利益 但美国不干 于是当日本陷入中国战争泥潭后 美国开始大大减少对日本的钢铁、能源、军事的支持 日本为了避免自己花了巨大代价 亲华所取得的利益被美国吞噬 于是掀下手围墙发动的偷袭珍珠港 试图一举灭掉美国海军 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 虽然 是中美合作干掉了日本 中美在对日战争方面是盟友 是合作者 但美国想瓜分中国的利益却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点 我们从日本投降后与美国签署的一系列卖国协议可以看出端倪 一、1945年11月 美国获得在华空中射影的权利 领空的军事侦察权 二、1946年8月30日 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署中美航空协定草案美军获得中国领空使用权 三、美国获得中国全部港口使用权 1946年9月披露 一、协定 三十年内 中国所有海港 美军舰皆可自由入使用 这时美国又霸占了中国全部海港 四、美国在中国获得法外治权 享有占领军待遇 1946年10月8日在北京签订中美陷阱联合秦务议定书 五、1946年11月4日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派条约 中国全部领土全部视野一律对美国开放规定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一些口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 在紧急时 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开入中国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 用讲述美大使顾维军的话来说 就是中国全部领土全部视野一律对美国开放住 1947年11月20日 顾维军在纽约美全国对外贸易会议上的言辞 美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无异 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居住 购买土地、房屋及一切财产 但美国限制中国人的移民率则仍旧有效 美国向中国输入商品征税与中国人相同 这是美国侵略者利用蒋介石写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卖身器 使中国人民新的活耻 六中美签署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一日发生战争时 美国与中国将共同使用青岛海军基地 显然 美国当时想把中国作为反苏联的前年基地 即1947年10月17日 蒋政府宣布美军驻华的协定 美国军队留住中国已为中国政府所接受 中国差点成为大坏头的日本 被美国驻军殖民 1947年10月27日宣布中美救济协定 该协定规定 蒋介石必须同意美国监督员蒋基金与物资使用 并控制蒋政府财政经济的行政部门 上述这些协议指示部分 还有其他很多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署的协议 都发生在二战之后 由此可见 美国对中国的殖民之心 而后来解放战争后 毛主席怎么可能承认 蒋介石签署的卖博条约 于是 毛主席在1949年8月18日发表了非常著名的文章 斯图雷登文章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 实际上是大笔一挥勾销了蒋介石签署的一系列卖国协议 化掉了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利益 毛主席在文章中写道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 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受散 斯图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 睁起眼睛看着 希望开设新店 捞地板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 最后他没有什么事做了 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毛主席文章中所述 就是斯图雷登在国民党濒临战败的情况下迟迟不走 希望能找机会促使中共承认美国利益 结果找不到任何机会 最后信信而去 所以 那些歌颂美国如何如何的 都是对近代史缺乏基本了解的人 或者是屁股有问题的人 二 美国曾是日本侵华的最大助力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日本那么小的国家 怎么就能那么长时间对中国发动持续战争 怎么就能持续侵略中国 其实 这背后 美国就是最大的支持者 在太平洋战争前 美国一直对日本出口大量的武器 石油 钢铁 煤烫等战略物资 按照美国的逻辑 他们是想借日本的力量侵入中国 然后发战争才的同时 可以与日本瓜分中国的利益 日本最后威胁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人一看 日本鬼子原来我们根本控制不住 这惹怒了美国人 于是才开始终止对日本的物资出口 并且冻结日本在美资产 并且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制裁 日本想通过外交忽悠美国人 结果美国人不认 日本没有达到目的 于是勾及跳墙偷袭了珍珠港 试图消灭掉美国的海军 然后抢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太平洋战争因此而爆发 当年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时 就曾控诉美国使间接杀害中国人的凶手 美国向日本出售的弹咬令 无数中国军人和百姓丧命 说白了 南京大屠杀的鲜血 很大一部分都是美国卖给日本的钢铁子弹造成的 虽然 美日太平洋战争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事实上中国拖住一百多万日本军队 也促进了美国在太平洋的胜利 中美当时是互惠互利的盟友合作关系 然而 难道这样就可以一笔抹掉当年美国支持日本侵略中国 并试图借此殖民中国的所作所为吗 三 改革开放 美日依然试图搬到中国上面 我们说到 1979年4月 日本外向原田只访美期间 与美国时任国务卿万斯曾谈到 要吸取二战时美日对华利益分赃不均导致决裂的教训 所以接下来在中国开放时要展开合作 共同瓜分中国利益 而为了避免日口中国成为美日的威胁 美日民间团体对华协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中国今后离开美日就无法推进现代化的机制 表明了将中国与美日捆绑在一起的战略 由此我们回想起来 一些旅日旅美专家回来后给中国政府提的那些自毁长城的建议 是不是就对上了 再想想日本一年培养中国和韩国的所谓知日派花费400亿人民币 是否对上了 再想想前几年的网络乱象以及美国前驻华大使在回国后公开说还要利用互联网搬到中国 是不是也对上了 袁天植还提议 在美国国内也设立类似中日经济协会的机构 他声称应让双方的民间团体也承担支援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工作 所谓民间团体就是他们资助的民间团体 然后借助一些被收买的专家学者向中国政府近年以换取中国在政策上的失误 类似这种机构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能想起来几家 事实上 回头看看日本公开的这一文件 看看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乱象 不得不佩服中共的定力和中国政府的纠作能力 改革开放后我们没犯过错吗 非言 我们犯了很多错 这些错误中有些是我们没有经验导致的 有很多却是那些被收买的专家以及被美日等国的搜主义被害的 但是 中共却有自己的对付办法 邓小平作为改开的总设计师 他就说我们可以先在一个较小的领域市 摸索出经验在全面推 这实际上让我们国家少犯了很多错误 哪怕犯错误也能以较小的成本纠错 最终的结果是 我们经过改开30年发展 2010年GDP超日本了 按现在的速度到2030年左右就超美国了 美国和日本煞费苦心 结果还是没能控制住中国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面最完整的国家 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制造业大国 相反 美日经济却越来越空心化 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的一个伟大成就 是美日的一个大笑话 美日 没有把中国搬到 倒是自己摔了不止一跤 当然 这还得感谢那些美日雇佣的猪队友们 由于他们拿了美日的钱要效力 所以他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唱衰中国 也正是他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不断唱衰中国 不断喊中国崩溃 最终迷惑了美日等西方国家 为中国发展争取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 所以 当今天有美国人说被中国给骗了 我们完全可以对回去 你们是被你们花钱雇的人给骗了 庚子赔款建清华不过是美国试图控制中国的手段而已 至今 还有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用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建了清华大学感激体 国联军子进称阅兵 美国虽然共退还更款3493万美元 但也只占总额的63% 其用途可分为学务费用与文化赞助两项 以前 前者为大象 主要用于设立清华学堂及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有学者估计 自1912年到1937年 受资助的留美学生达2000余人 后者主要只对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的资助 以及图书馆建设教材翻译编写等 那么 美国为何要退还呢 其实 和美日两国外长在1979年4月商量的意思是一致的 就是培养亲美的精英 说白了 美国希望通过帮助中国修建现代化的大学 来培养一批批亲美的精英 从而掌握中国的利益 用部分侵略中国获得的赔款 给中国建了一所初衷 视为美国培养之美派精英的大学 虽然事实上起到了帮助中国的作用 但能说这是多么高尚吗 能为此到了21世纪还需要对美国用庚子培款 帮中国建了清华大学而感激地零吗 类似情况 还有改革开放后日本对中国的所谓低息援助贷款 日本通过对中国的援助获得了中国的市场 赚了超额利润 中日算是各局所需 中国难道还要感谢日本对中国进行的这些低息人筑贷款吗 何况 日本新华战争并没有给中国一封钱战争赔款 不过 我们还是应该感谢日本公布了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告诉我们 其实某些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美化的美国和日本 被这份文件轻松就给揭穿了话题 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 朝鲜半岛曾先后两次被大规模入侵 一次是日本发起的朝鲜战争 一次是美国发起的朝鲜战争 日本侵略朝鲜时 清朝派出了地面部队和部分水师打响了抗日援朝保卫战 不过这场战争很快就以一面倒的态势战败 日本战具朝鲜后站稳脚跟 之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同样美国侵略朝鲜时 中国人民治典军也奔赴朝鲜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 不过这场战争确实以中国人民治典军胜利 将美国赶回三八线以南作为结束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 但是这场战争的胜利却为全体国人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 因此 朝鲜半岛的地缘重要性不言而喻 设想一下 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去抗美援朝 那中国大地很有可能将再一次陷入战争泥潭 看到现在的中东地区了吗 而为什么日本刚投降没多久 美国又燃止半岛 不排除有美国入侵中国的夜心 古巴危机当时美国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末日演讲 并下令海军和空军全部装载核弹 准备出发 如果拦截苏联运送核导弹的行动失败 那么一旦苏联舰船使过红箭 就动用核武器打击 不惜毁灭全人类 也绝不允许战略咽喉耀地被外国军队的军靴踏上 当年美国人的反应比中国人更激烈也更极端 但效果也很明显 苏联既旦世界毁灭核和大战 所以选择任送服出撤走 古巴危机是苏联问鼎天下的最后一次尝试 也是苏联对世界霸权金色权杖的最后一撇 从古巴危机对峙失败之后 苏联那国家形象和整体气质一泄千里 终于在内外交混下逐渐陷入了分崩离析 所以一个人只要能够了解这些基本的常识 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会允许美国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 甚至连全面封锁朝鲜海域也绝对不可能接受 全面封锁朝鲜海域 本质上就和宣战没有任何区别 带来的后果也同样严重 一点也不亚于古巴危机一旦苏联得逞之后 将会给美国带来的后果 所以中国人一定不要被某些事实的表象所欺骗 中国人要清醒 中国人要明理 不可被一些简单剪切的所谓历史给骗了 透过现想看本质 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 在国际关系中 我们更应当坚信中国的立场 为中国说话 蒙马克不只是一个背包小偷见了会流泪 妹子见了会沉醉商务合级简同在颜值和实力并存 点击即可关注